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的香港最近有單個案, 就說一個患有抑鬱的媽媽因為病情好轉, 但是她同其中一個患中度智障的長子, 因為年滿21歲就需要離開院舍回家住, 她媽媽照顧了兒子4天,然後就壓力爆佈, 深夜時分在自己家屋用張桌布綁成條繩, 將她智障的兒子勒死了,然後再企圖自殺, 但是不成功了,最後家人報警,她媽媽被控謀殺罪。 而於今日25號就在高凳法院以精神失常減免刑責的基礎, 改了做誤殺,獲得控方接納。 這單案就在2020年9月4日至5日之間發生, 被告就叫陳雪平49歲家庭主婦, 在葵聰村影葵樓的單位非法殺死王法倫, 21歲呀,這個是她兒子來的。 這個案情就說,被告原本在內地住, 1998年就同在香港做的士司機的丈夫結婚, 就生了這個兒子。 被告在2004年帶兒子去香港定居, 2007年再生多一對龙鳳胎, 那兒子自幼判斷了一個自障、自閉、 看瘋癲癢症的。 2009年開始就入住東華衣院、 徐展棠特殊學校宿舍2020年8月底, 她年滿一歲需要離開院舍欵, 在等候入住其他資助或者私人院舍期間, 她的家人就和她一齊住在涉案單位。 在2020年9月5日凌晨1點多, 被告就向她的丈夫和朋友發短訊, 就說她非常之疲累, 無辦法繼續忍受或透露她帶走兒子, 和叫丈夫和朋友多些照顧她剩下那對子女之後, 她就拿一塊膠袋布, 捏成一個繩狀用來勒死她的大兒子, 她之後就食藥割碗企圖自殺, 但過了沒多久她醒回跟著她再次割碗也仍然不成功, 就叫醒丈夫和她說她說要自殺, 被告的小兒子見到這樣的情況就馬上報警了。 而警察到場之後就發現她的大兒子就躺在廳裡, 已經沒了麥薄呼吸和屍體有些僵硬頸有瘀痕, 當場證實死亡, 而被告手腕就割傷到流血, 她同警方說承認自己是犯罪殺人。 在警方的盤問之下就說她的大兒子好吵, 令到她覺得好煩就忍不住殺死她了, 然後她送了去醫院治療發現雙手手腕都有刀傷, 其中左手的神經已經完全切割, 部分的肌件也都已經切斷了。 而根據案情所講, 被告在之後的錄影回面裏透露她的大兒子6歲時診斷患中道致障、 自閉症及癲癇, 9歲起一直就住特殊宿舍2020年才搬回家住, 亦都需要持續接受精神科治療及服用藥物的。 司法前夕, 她的大兒子按照處方份量服藥, 然後竟然拒絕走出廁所, 被告是覺得好煩好累, 於是還交同一部, 勒住她的大兒子的頸2至3分鐘, 然後再吃完安眠藥及她的大兒子的藥, 兩次就已經割墨打算自殺的自行了斷, 但未能夠如願。 而解剖報告上亦都講道, 她的大兒子已經臉容扭曲頸部有勒痕及疾色致死的症狀吻合, 相信是被一些質地柔軟的物品辣頸而死另外, 在她的體內亦都發現到一些鎮定劑、 試碎的精神藥病物, 很容易令到她被扎著頸時死得更快。 而被告的精神科醫生就說她由2019年起, 就已經是診斷患上了抑鬱症及慢性抑鬱症, 她因為需要照顧3個子女, 尤其是肢力及行為有障礙的大兒子, 多年來是覺得壓力好大, 經常哭,偶爾亦都會覺得好煩躁, 好難睡覺及自殺念頭, 之後就開了抗抑鬱的處方藥給她。 去到2020年6月,病情好轉, 就無再覆診, 而她的大兒子在2020年8月31號由宿舍回到家, 被告同時的情緒都變差了, 經常睡覺覺醒醒了, 而且覺得絕望無助及聽到心裏有聲音, 就叫她自行了斷, 去到案發當日她與丈夫因為照顧子女問題互相有爭執, 然後就產生同個大兒子同歸於盡的念頭, 但無辦法是秉述到整個案發經過, 她只記得勒死大兒子後就服用了20粒藥物去割碗自殺。 醫生診斷被告案發時抑鬱症發作, 從而導致她精神失常嚴重影響她心理罪責, 最終錯手就殺害了自己的兒子。 這單案件說得上是一個家庭的慘劇, 有抑鬱症再拼上一個有節力問題的兒子。 兩個人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其實大家都辛苦的, 或者這麼說, 在抑鬱症的情況之下是會做到一些連自己都不知為何會做的事出來的, 就譬如好似她現在這麼說, 就說有八聲啊, 經常跟她說叫她自行了斷啊, 又或者是覺得好犯錯啊, 其實你現在這個社會上, 好多人, 不多不少都會有抑鬱症的, 那只要你賺錢賺得不夠, 你肯定是會有抑鬱症的, 那我自己身邊也都有不少人是真的有抑鬱症的, 有一部份她也是吃藥, 那吃了藥可能會好少少啦, 但是吃完藥之後, 有部份人她變得暴肥, 那就算停了藥之後, 由於身形暴肥, 又會好容易走回去抑鬱症狀那裏, 因為覺得自己看上去跟以前的樣子差好遠, 和現在這個社會實在壓力太大了, 有很多東西不是說想解決就解決得到, 好像現在她這個情況那樣啦, 就算她想送她的大仔, 21歲的大仔去到其他的叫做照顧她的地方啦, 又或者是那些叫做私人院舍都不是那樣容易呀, 就算你是排得到位置, 你都要每個月去消錢給她啦, 那我看回, 其實兩夫妻的年紀都不小啦, 你生得出一個21歲的兒子, 媽媽都已經49歲了, 那如果捱到最後60歲, 退休的時候, 那兒子怎樣呢? 還算不算繼續轉射呢? 轉射條數有誰出呢? 那其實變成了, 整世人都叫做好辛苦呀, 做來都不知為啥啦, 那所以就衍生到她想埋一邊咯, 那希望這些慘劇之後不要再發生啦, 好了那今集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 下邊留個言咯, 那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